晚上23点 樊振登暴冷不敌 林诗栋 邓亚平 犀利摊牌 刘国梁看懂 大家好 我是体战猪八戒栋哥 喜欢我的作品 欢迎点赞观众评论转发 我在这里也祝愿各位一切顺利了 众所周朕现在已经进入到了2024年 我们距离巴黎奥运会又进了一大步 各大项目现在都在抓紧时间进行刻苦的训练备赛 为巴黎奥运会做最后的冲刺工作 国平是中国体育一张非常亮丽的名片 国平在巴黎奥运会上肩负着重要的使命 因此现在国平的一举一动自然是备受外界所瞩目 现在国平迎来了一项新的赛事 那就是WTT球星挑战赛 多哈战 这是2024年WTT的第一项世界级的大赛 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国平大家看到派出了非常豪华的参赛阵容 国平希望借助本次大赛 通过以赛带恋的这种方式来帮助队员保持竞技状态 同时也通过该项赛事 去观察竞争对手们的一个整体的备赛 还有一个身体状况 可谓是一举两得 同时国平队员对于本次比赛也是极为的看重 现在已经到了巴黎奥运会前的最关键的时期 所有国平队员都想通过 在大赛中取得好成绩 获得更多的积分 从而在奥运会参赛资格的争夺中去战绩先机 国平男队在本次大赛中的表现可以说是让人颇为的担忧 国平男队两大核心 马龙和樊振东均输球被淘汰 国平老将马龙输给了林高远 其实马龙输掉这场比赛算是情有可原的 大家知道马龙如今已经35岁的高龄了 竞技状态是远远不如个人电风时期的 状态出现波动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而且林高远也是国平男单的主力之一 马龙需要及时的调整一下状态 另一场比赛的输球则是爆了一个超级大冷门 那就是樊振东不敌国平小将林士东 樊振东是现如今的国平一个男单排名世界第一 樊振东是后马龙时代国平男队的绝对领袖 樊振东在巴黎奥运周期使命非常重 被寄予着厚望 但是我们看到现在已经是奥运会之前 最关键的时间点 樊振东却在近期的比赛中表现得是非常的一般 连续暴动输球 不久之前在WTT年终总决赛中 樊振东就输给了王楚清无缘冠军 现在樊振东又输给了小将林士东 林士东是国平的未来之星 但林士东目前的南大世界排名是远在实名开外 王楚清 樊振东虽然是有伤在身 但是面对小将林士东应该是还是可以去拿下的 赛前大家普遍还是看好樊振东的 但没有想到樊振东最终是暴冷诉求了樊振东的状态令人非常的担忧 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 樊振东持续的低迷 对于国平来说也是一个极大的危机 那么樊振东为何会暴冷输给小将林士东呢 在后国平民宿邓亚平犀利的谈牌表示 除了伤病的原因 樊振东在面对年轻球员的挑战的时候 他的心理包袱太重 想的东西太多 没有能够豁出去 整体打法是比较保守的 没有将自己的优势的地方去展现出来 邓亚平的一番话 可以说是直指樊振东的问题所在 樊振东输求的主要原因 不在于他的技术和能力不过关 而是在于他的心理素质不过关 樊振东大家看到 虽然是世界第一 实力超频 但是我们发现 樊振东他并没有像马龙那种超强的统治力 总是欲强则强 欲弱则弱 让球迷们在这个过程中是提心吊胆 随着邓亚平指出樊振东的问题所在 刘国良想必此时也看懂了 接下来刘国良应该会出手来帮助樊振东 调节处理好个人的心理状态和心理问题 帮助他去度过难关 最后让我们再次祝愿樊振东 希望他可以顺利地度过这段艰难的时期 在未来帮助国拼达到更高的高度 今天我们就聊到这 请大家在评论区和我们一起互动吧 我们下期再见